今年北約峰會有不少特別甚至是不尋常之處 75年前北約就是在這裡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的 那為了紀念75週年各成員國 將在這次北約峰會開始的這一天 也就是當地時間的週二下午 先到當初北約成立的禮堂來舉行活動 而這次的峰會為期三天 週三是32個成員國本身的會議 那週三晚上美國總統拜登 將在白宮宴情與會國家的領導人 與代表 而峰會的最後一天 當地時間的週四早上 北約將與其印太夥伴與歐盟開會 那下午則是北約與烏克蘭的會議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會與會 並與拜登見面 那在峰會落幕之後 當天的傍晚 拜登將舉行他日內罕見的個人記者會 那實際上這場拜登的記者會 是在他總統辯論後引爆 呼籲他退選的聲浪之下 白宮突然在上週二 就提前來宣布的 目的是想要來消磨 各界對拜登身體狀況的質疑 而據白宮的行程安排 拜登在這場記者會前 除了必要的峰會活動 並沒有選舉造勢或其他任何活動的安排 似乎是想要確保 拜登能夠在記者會上有好的狀態 不過拜登的狀態 依舊引發許多北約成員國的擔憂 那據報導 有北約的歐洲官員是直白的說原話是 就算拜登贏得大選也無法確定拜登是否還能夠再活四年 而北約多國私下也開始對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宮做準備 除了北約主導國家的領導人拜登的狀況堪憂 北約的幾個主要國家 像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議會選舉慘敗 以及英國大選後局勢不穩 都讓這次北約峰會的氣氛相當不尋常 同時北約在拜登政府的主導之下 將觸角伸向亞洲 於是這次峰會也邀請了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跟韓國語會 白宮不具名的官員在對記者進行電話吹峰會時 就暱稱這四個美國的印太盟友為IP4 也就是印太四國 但據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決定不到華盛頓與會 有澳大利亞的媒體認為他不出席是為了避免尷尬 而民調表現不佳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兩個月後將面臨自民黨總裁選舉的他 可能是為了要處理日本國內的事務 將是這次所有與會的領導人當中 最晚來到華盛頓的 要在拜登的白宮晚宴開始之前才會趕到 而除了印太這次峰會聚焦的主要還是烏克蘭問題 即將下台的北約秘書長斯特歐爾騰貝格 據了解他將推動盟國承諾 每年向烏克蘭提供至少4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被認為是為了特朗普可能上台而提前佈局 不過有沒有可能通過仍然是未知數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